在上期节目中 我和小乔自驾4000公里 只为了找到中国最美的雪山 我今天必须得看到 历经各种波折 最终如愿见到南加巴了 这期节目 我们将会深入西藏无人区 探寻神秘的藏文化起源 拉萨 很多人都向往的旅行目的地 不过近些年 随着中国强大的基础建设 拉萨在城市化建造方面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拉萨这个地方谁都能来 真正神秘的西藏 在这一集才刚刚开始 快到我去哪 哪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人知道 徐队 徐欣 前国家地理科学考察部向导 资深户外运动爱好者 曾多次自驾环游中国 对可可西里 阿尔金 卡拉麦里无人区 进行野外科考 所以我就想问你一下 这次你能不能给我们带到一个最神秘的地方去看一看 你要说最神秘的 那只能是西藏文明的起源 穷龙云城 在西藏的传说中 有一个叫做古象熊国的地方 一直被认为是藏文化的发源地 但它是否真实存在过 却一直都是一个谜 直到2004年的一天 一辆重型卡车正常行驶在西藏阿里地区 在经过一个叫做古如江寺的寺庙门前的时候 竟然将地面压出了一个大洞 谁都不曾想到 这竟然揭开了21世纪的考古十大新发现 从出土的文物中 专家印证了 传说中的古象熊国确实存在 距今至少有3500年 象熊文明也是青藏高原上最早的文明 而领队所说的这个穷龙云城 就是象熊王朝的都城 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路好不好走 然后还有能不能洗澡 肯定不好走 咱们要穿越四天的枪塘无人区 然后洗澡肯定就别想了 然后路上基本上全是炮弹坑 飞装路 车最起码得是路寻败 你们是什么车 反正能跟你去到就对了 那咱们赶紧出发吧 没问题 走吧 出发 传说中的穷龙云城 位于现在西藏阿里地区 门市乡附近 我们从拉萨出发 全程大概需要三天 前两天会穿越中国最大的无人区 枪塘的边缘 在抵达石泉河镇之后 我们会沿着新藏线 也就是说新疆到西藏的公路 再行驶一天 最终抵达穷龙云城 这个线路全长大约1700公里 不仅考验车辆 急剧上升的海拔 对人的考验也是非常大的 这次阿里地区平均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 所以看到没有 氧气罐 你给你自己背的吧 我跟你说你不要笑得那么开心 我啥算没有 你已经快不行的时候我再放了 我不行的时候你也放 不放 出队 接下来的几天风景可能会稍微淡逸一点 咱们已经到了青藏高原的平原上面了 所以它的同样的海拔同样的温度 它的这个植被呀 地形的变化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 有一些之前没看过的美景 也就是那些一错再错 你知道错是什么意思吗 对对对 就是高原上的虹果 咱们现在就要去往第一个错 离拉萨市区最近的一个叫做纳木措的一个地方 我听过这个 说到西藏 很多人就会把干旱高原联系在一起 但其实西藏的阿里地区是全中国最大的湖区 大大小小的湖泊加起来有1500多个 纳木措是我们离开拉萨之后经过的第一个大湖 抵达湖边的时候正好也到了午饭的时间 我们就决定在湖边路餐解决 我们这个车真的能走这样的路吗 我们前面翻着山 虽然说路差一点 但确确实实是有路的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胎压太高了 车里面也有个胎压表 放到2.0你就叫我停了 其实飞铺庄路面稍微放低一点 没所谓 2.0了 不过走这种完全没有路的地儿还是要看 尤其在湖边 可能陷车了 现在已经下了 快出去 你这样稳住油门 千万不要让它转速太高 可以 慢慢带你车快 走你 就在这儿吧 理想万这个外放电功能也太绝了 在野外居然能用电磁炉了 两千两百万 给迷你EV那种小电脑说充电都够用了 再给你夹点吧 来吧 我这井真的在喷点面 现在可以说是酒足饭饱 然后我是盛老师 所以乔总只能是 为什么是我一个人在说 一定要记住 叫什么 只带来脚印不带走垃圾 不是 不留下垃圾 离开纳木措之后 我们就正式开始了穿越 沿着317国道向西行驶300公里之后 我们抵达了西藏最大的一个湖泊 瑟林措 这个湖的面积有2000平方公里 比深圳还要大 瑟林措它是西藏两个鬼湖之一 这个瑟林措它之所以叫鬼湖 就是因为有一个叫 就是传说有一个叫瑟林的魔鬼 被这个莲花生大师给收服了 给丢这湖里了 你看看 我 海平面 真的是个海平面 这也太 太夸张了吧 太大了吧 而且啊 瑟林措不仅面积是藏区最大的湖 它也是全中国最大的黑井鹤自然保护区 黑井鹤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现存只有9000只左右 而我们这次居然非常幸运的 亲眼目睹到它 可能这辈子都没有第二次机会 能这么近距离的看那个黑井鹤了 真的吗 对真的 国家一级保护动真的很少 一点都不害怕咱们 他俩在那搞对手呢 黑井鹤也被称之为雪域神鸟 它是唯一一种生活在高原的鹤类 同时也代表着忠贞 因为这种鹤类实行一夫一妻治 当一方死去之后 另一只鹤余生都不会再找其他的伴侣 咱们把车切换到纯电模式 别打扰到他们 出于保育黑井鹤的原因 我们并不能把车开到湖边 但远远看上去 这个回坡所散发出来的碧蓝色 真的强烈的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心 所以我们决定了徒步前往湖边 介不介意咱们往湖边走两步 因为车这是牧民的草坪 车是肯定是不能上来的 大概两公里多 而且走完你就不高反了 看着不少两公里啊 来都来了走就完了 当然我必须承认啊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我骗了小乔 但我也不是故意的 由于没有参照物的原因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 车停的地方距离岸边 有足足五公里 在徒步了接近一个小时之后 周围的景色几乎也没有任何变化 你要知道啊 这可是在海拔4600米的地方 对于刚刚抵达高原的人来说 这可就有点难受了 我真的懂了 哎哎哎 根本就看不到头 哎妈 在漫长的一个半小时之后 我们终于抵达了湖边 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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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这里除了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声 跟收啊的声音之外 什么都听不到 只听到那个湖水拍在岸边的 那个声音 就特别的平静啊 然后木之所提特别的干净 我觉得可能 真的西藏的美景 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吧 啊 终于回来了 啊 等一下我把按摩打开 哦我的腰好痛 对我的腰还超级的 还有座椅加热 开起来呀 但说真的 我的8公里都走完下来了 我一上车我就觉得我没事了 我觉得徒步我可以徒 是吧 那来愿吧 其实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适当地进行一些运动 是适应高反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那离开了色林座之后 我们继续向西 又行驶了360公里之后 抵达了今晚的住宿地点 一个在无人区里的村子 闻步南村 这正吗 最地道的 我来的很 葬式的 人居 哎呦 太温馨了里边 挺有感觉的啊 特别的 纯正 我之所以没有笑得更开心点 是因为我的嘴巴都裂开了 裂不开 没事你喝个素油茶就好了 嗯 好 这个素油茶可能是治高反的神药 有脂法性喝好的神药 晕得 它有那种奶酪的香味 纯啊 我们今晚住一块儿吗 行吗 行啊 真行 暖和 你能坚持几天不计划 三天多了 行 完了小熊拜拜 今天早上从文部南村出发之后 我们将要行驶600公里的纯越野路段 最终抵达石泉河镇 正式穿越咱们的枪塘无人区 当然咱们这次穿越的是边缘地带 核心区域是不可以穿越的 我现在知道我们接下来几天全都是这种路吗 对 将近600公里的这种路 看这个围栏 说明这个路马上就要修通了 这块现在公路修得太快了 再晚来两年 就再也体验不到这么狂野的感觉了 我可太喜欢这种越野了 在十年以后 估计整个中国都找不着来了越野路了 画面感特别强 就一个车拉着烟走在这种路上 对 这就是古州的千里走单机 我还是喜欢高速度多一点 我是一个特别追求感觉的人 没有那么辛苦的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 我甚至会觉得美景没有那么好看 我之前来过灵芝 直接飞机飞过来 我觉得也不过如此 我也有这种感觉 得到太简单的东西都不会觉得珍惜的 不过我跟你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比较追求体验 能探险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不 那你就是来错地方了 你应该去巴厘岛对不对 不过现在这种状态还可以 我觉得理想万相对来说 比较兼顾了我们两个需要的东西 平衡的那俩需要的 你可以去走你的路 我也可以相对获得舒适一点点的体验 对 你现在换个硬牌越野车 我绝对不跟你来 别想 我 我就这样上吗 What the 行不行吧你就说 真的 林哥 可以 你应该说确实这离家还真挺可以的 因为一般别的烧油的车 像在高原上五千米上这种斗坡真挺费劲的 但是电驱动的车确实 对它那个动力基本上没什么衰减的 不怕有四只小的优年藏人灵 看见了吗 藏人灵是二级保护动物 你看屁股炭的小淘西了吗 对 好可爱哦 再见小屁股 哈哈哈 枪塘不仅是无人区 也是中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即便只是经过枪塘的边缘 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珍稀的野生动物 不仅如此啊 高原上奇特的自然景观 也不断的刷新着我们的想想的野 但很快无人区就露出了它凶险的野 哇靠 哎呦去 而且磕在胎壁上了看到没有 一下穿到里面了 对不起啊小乔 没事没事 我真的我已经快累死了 我知道我知道 我想白天早上的时候抱胎好过晚上的时候抱胎 没事 不过万幸的是 我们抱胎的地方距离公路只有几公里了 考虑到马上就快天黑了 在无人区里真的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决定先这样把车开到路边 一方面是方便换备胎 二一方面万一再发生什么意外情况 在路边等救援也是比较方便的 意外也是自驾游必须要有的一部分 虽然现在我是真的不想在高原上换轮胎 我巨重啊 巨重 三个月 两个月 二三 三 当我们再次出发的时候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无人区总是能带给人们惊喜 但好在这次有惊无险 我们也顺利抵达了西藏最西边的城市 石泉河镇 经过了几天无人区的穿越 我们现在离穷龙岩城只剩最后一段路程 我一直以为这次我们行程里面最高的一个崖口 叫做东达山崖口 就是5100多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我不知道这个山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们的海拔表上已经显示 这个地方有5300米 而且现在还没有爬到山顶了 这应该是我走过的最高的一个通路的山顶 车呢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电驱的车 它完全没有动力衰减 但是人已经我觉得有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了 我的手指尖都有点麻 全比张轻的 难受 超过5000米之后呢 其实就到了雪下了 也就是说雪中年都不融化 这个路边有这种指示牌 看到没 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 雪会把整个路都覆盖上面 到时候大家就分不清 应该走到哪儿 只能通过这个路牌来看 这个底下是路 然后就沿着这路往上走 我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体验 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 走过最高最高的公路是多少 我觉得应该5300多 应该已经差不多到头了 然后桥中已经不行了 山洁海拔多少 5400米 牛啊 我这个记录等待着B站的小伙伴来挑战 谁走过比5400米更高的公路 可以跟我说 我觉得放眼全世界能在5400米 把公路修成这样的 也只有中国一家 太牛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把基建狂魔打在公屏上 OK 咱们这一路翻山月亮 终于到了这趟的目的地了 穷龙银城 穷龙银城遗址 就是这个夏熟王厂 冬厂的遗址 这个太夸张了 太冒冒了吧 哇塞 这真的是个王国 就是我们现在常说西藏西藏领城 但是西藏领城实际上是在清代才有 之前咱们管拉萨的一个范围叫魏 然后管现在咱们这片区域它叫藏 所以这才是真谣的西藏 已知到目前发现的 整个西藏地区 最古老的王国就是象雄王朝 然后象雄王朝的渡城是在这 象雄文明具体诞生在什么时间 谁创造的 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但是据考证 至今至少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当时的青藏高原 大家还处于原始部落的状态 直到象雄王国的出现 它将所有部落统一管理 集体居住 青藏高原上第一次有了城市的出现 穷龙银城一山而建 这是一座立体的城市 皇宫在上 寺庙在下 而普通的老百姓 只能居住在更下层的山洞里 之前的人就住在那些洞里 对 这真的真的深得好 没事进去吧 我里面那里面还有屋子 但是我真的不敢往里卡了 里面好大好大 但是我的手电筒的光不太够强 看看可以 但让我下去是不可能的 我一百万赞下去 一个亿赞我也不下 当然愿意点赞的话是可以的 这边一看就有火 熏过的痕迹 之前就是在这生火的 实际上三千多年前的古象雄人 不仅学会了生活取暖 更是直接发展出了野金技术 因为曾经在穷龙银城 出土过一具黄金面具 可见当时的文明 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 为什么象雄王朝特别强大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他的信仰 就是能跟得上自己 当前这个社会的发展进度 他的生产力就会 远远的比其他国家有强 象雄王国的信仰是什么呢 这就要从原始部落说起 当时的人们对于科学技术 没有认知 把一些对生活的基本需求 全部依靠于对神灵的祈祷上 象雄王国统一管理部落之后呢 也规范了祈祷时候的流程跟礼仪 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宗教 起了个名字叫做本教 那本教的一些传统呢 甚至一直流传到现在 比如说磕长头 转神山祈福等等 直到后来与印度传着来的 佛教相结合 慢慢地形成了现在 藏族同胞们的信仰 藏传佛教 当时其他国家都是那种 原始的这种自然崇拜 他们这有一个特别 成理论的一个宗教系统 所以象雄王朝他最强 不仅如此 古象雄国呢 还产生了自己的文字 就是现在藏文的雏形 所以可以说啊 象雄王国就是西藏文化的根 穷龙银城所在的阿里地区 海拔有4400米 是世界屋脊的屋脊 背靠的卡尔东山 高度有400米 皇宫就修建在山顶上 恐高的绝对腿软 这不仅象征着权力的至高无上 更重要也有军事上的考量 如果有敌人进犯的话 那个进攻路线只有一条 太聪明了 那么久之前就可以想出 依山而建 身处穷龙银城 除了震撼 我还有很多的困惑 但很可惜 距离穷龙银城第一次被发现 至今也不过短短十几年 没有太多的文献和痕迹 可以还原他们的生活场景 解答我的疑问 但站在城顶 俯视城下 还是可以轻易地感受到 曾经王朝的辉煌 崛起 强盛 衰败 消亡 时间和风沙带走了一切 只留下一个旧纸 和我们站在原地 猜测着他们的曾经 当然 穷龙银城是一个开放景区 有机会 大家也可以来实地 感受一下这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 但一定要注意文物的保护 因为我很期望有一天可以知道 这曾经的亡国发生过什么 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咱们这次开了那么久的无人区过来 太急得了 太神秘了 真的 不许此行吗 不许此行 绝对了 我想真的就是一个字 哇 那你觉得咱们走那么多天无人区 然后又不能洗澡 吃的又不好 看到这个风景你觉得划算吗 是 真的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为了让你体验最正宗的 这个纯原生态的西方 我真的煞费苦心的 其实你知道吗 其实穷龙银城从拉萨走公路 两天就到这 你确定这里面没有你想要越野的成分 那肯定是有一点 直了 行 导演很可 别闹 别闹 我还没说完 咱们走的这趟叫做阿里中线 你知道吗 一般如果没有专业的越野车 专业的向导 非常丰富的经验丰富的驾驶员 就没有人走阿里中线 都是北线跟南线都走公路 他们都不完整体验的 我们没想就不是专业的越野车 所以说你现在要感谢一个专业的驾驶 以及专业的向导 是吧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真的体验到了 懂吗 你体验few到了 我这两天都是高分 但是没事了对不对 弄我弄死你 好看 下期我们将会迎来西藏之旅的最大挑战 徒步48小时 探秘藏区神山之首 刚然薄齐 高反 严寒 究竟我们的旅程还会发生什么 记得关注急速拍档 我们下周见 好想回家了 走吧 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